因為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影響 許多電影都因此決定延後檔期 而好萊塢今年第一槍就是007生死交戰 原本電影將在4月上映 如今延後7個月改在年底和大家見面 而延期的強檔大片不只007 還有赤資兩億美金所拍攝的 《玩命關頭酒》也宣布退檔 決定改到2021年4月上映 延期將近一年的時間 讓期待已久的粉絲們大喊哭哭 大家就先回去複習一到八集過過癮吧 不過最想哭哭的就屬這一部 由安雅泰勒喬毅主演的 《X戰警》外傳電影《變種人》 從2018年開始因為種種原因連續延期三次 加上這次遇到肺炎已經是第四次延後檔期 堪稱史上最坎坷的電影 《霍伯特》? 《我的朋友》 《霍伯特》 《霍伯特》 《霍伯特》? 《我殺了18人》 《一一一》 還有一樣出自於迪士尼影業 並由劉亦菲、曾子丹、龔麗所主演的花木蘭 原定於3月27號上映 現在也因為新冠肺炎的影響 《魚》上映前14天臨時喊咖 而《比花木蘭》更臨時宣布撤檔的電影 就是美國後末日科幻恐怖電影《境界2》 連首映會都已經舉辦 卻決定在上映前一週緊急宣布延期 真的讓許多期待已久的粉絲們措手不及啊 《霍伯特》 不只上述場檔電影都因為疫情而受到影響 《國片可不可以你也剛好喜歡我》 以及徐若萱主演的《孤偉》都決定延期 不過好的電影不怕等待 只希望疫情可以好轉 到時候再約上自己的朋友 手牽手一起進戲院支持啦 《完全一樂》准理報導 對啊 我怎麼都 《完全一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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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格》 《完全一樂》 《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